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文章是 永远不要羡慕别人的生活 追自己所需 走自己的路 过自己的人生 真正的幸福 其实就在每一个当下 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 每天忙碌奔波 想得到这个 想得到那个 羡慕着别人所拥有的一切 也憧憬着自己能够得到同样的生活 我们似乎总是对自己拥有的幸福视而不见 却喜欢把眼睛看向别人的生活 但正如纪仙林先生所言 每个人都争取一个完满的人生 然而 自古及今 海内海外 一个百分之百完满的人生是没有的 没有人的人生是完美无缺的 但只要我们热爱生活 能够把握每一个当下 活得自已潇洒 又何必羡慕别人的生活 一 羡慕别人是一种错觉 莫言曾说过一句话 人 来到这世上 总会有许多的不如意 也会有许多的不公平 会有许多的失落 也会有许多的羡慕 你羡慕我的自由 我羡慕你的约束 你羡慕我的车 我羡慕你的房 你羡慕我的工作 我羡慕你每天总有休息时间 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优势和天赋 也都有值得让人羡慕的美貌 财学和生活 你不必过于用力和别人比较 也不用和别人活得一样 你只要记得 在你仰望着注视别人的生活时 也一定有人正在羡慕你 过着平凡却踏实的生活 曾看过一部叫 《总觉得邻居家更幸福》的电视剧 剧中 共有四组家庭 生活在同一处地方 他们都觉得邻居家的生活要更幸福 作为家庭主妇的小工本太太 洗衣做饭 料理家务 一向是她的生活中的主要工作内容 但自从穿着时髦 喜欢应酬的邻居搬来之后 她经常不自觉地把自己平静的生活拿来对比 她心里总是忍不住想 为什么自己要做家庭主妇 为什么别人可以活得那么自艺潇洒 而自己不能呢 所以既使家里经济条件不好 但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 她还是画钱租了一些华丽的珠宝首饰 然后把精致地摆拍照片上传到网络 其实 小工本太太不知道的是 自己羡慕的那对夫妻 正因为南方前妻带来的孩子 犹豫着要不要离婚 小工本太太更不知道 另一家被孕已久 却没能怀上孩子的夫妇 也在羡慕着有孩子的她 毕书敏说过 人的生命是一根链条 永远有比你年轻的孩子 和比你年迈的老人 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位置 有一宗谁也掠斗不去的财宝 你要明白 世界之大 总会有人比你更加优秀 但你身上一定也会有别人所欠缺的美好 那些过得好的人 路并没有比我们好走多少 人活一世 看清自己远比羡慕别人更重要 毕竟生活是自己的 心中有海 眼里有光 才是最好的生活状态 二 热爱生活是一种心态 一个人最好的状态莫过于 眼里写满了故事 脸上却不见风霜 不羡慕谁 不嘲笑谁 也不依赖谁 深以为然 生活有多美好 取决于你有多热爱 一个热爱生活的人 无论生活本来的模样是怎样的 都能养起自己的风帆 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 主持人倪萍也经历过生活安排的重重考验 她到了40岁高龄 才有了第一个孩子 儿子却在出生几个月后 被诊断出先天性白内障 为了能够让儿子继续接受治疗 他在国内工作 孩子在国外接受治疗 所以他必须不停地来回奔波 而这一走就是十年 十年的治病生活 即使再苦 他也认真工作 热爱生活 儿子病好后 50岁的霓平决定去做一些喜欢的事情 52岁那年 他撰写的《姥姥语录》 获得冰心散文奖 感动了无数人 接着他又开始学画画 一有空闲时间就待在家里画画 他画得欢喜中国节 曾收出60万元 画作孕更是排出118万元的高价 著名画家范增评价他 弥平的画是活的 很多人惊讶 50多岁才开始学 怎么还能取得这样大的成功 他是这么回答的 人一辈子可以做很多事 没谁规定哪件事必须哪年做 任何事 只要你喜欢 你开始了 就没有早晚一说 诚然 生活本身可能并没有那么美好 它不会按照你想要的方式进行 但是依旧有人在努力 将生活过得热气腾腾 热爱生活 只需要一种心态 一个人在困境中仍然能认真地对待生活 那么心里一定是有爱的 生命一定是闪闪发光的 他们不会羡慕别人看起来光鲜亮丽的生活 更不会因一时的困难而懈怠 放弃 因为他们相信 只要有所热爱 生活一定会变得美好 生活一定会有变好的时候 在生命的时间表里 每个人都可以选择自己的活法 不仰望别人 自己意识风景 过好自己 温馨无愧 此生足矣 在暖心短片 人生自定义中 有这样几个场景 印象深刻 穿着破洞鞋的男孩 坚持着把球踢得漂亮 热爱英语的女孩 学习到半夜 甚至骑着单车也不忘记练习 为了房租烦恼的男人 看着身边孩子的笑脸 也有了加班的动力 有人靠着天赋出生 也有人靠着汗水拼搏 人生本就不同 但我们不要选择就此认命 有句话说得好 出生无法选择 但人生可以 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越快越好 也不是所有的人生都适合加速飞跃 我们不应该只看到别人的成就 或羡慕或抱怨 而是要找准自己的目标 按照自己的节奏往前走 不敢做自己 是很多人生活中最大的恐惧 在我们还不够强大的时候 总是羡慕别人精致美好的生活 渴望能得到别人的认同和赞许 但随着时间过去 终究会明白 生活从来都是自己的 你所羡慕的生活 也不一定都是完美无缺的 春有百花秋有月 夏有凉风冬游雪 过好自己的生活 原本就是一种幸福 在我家小区所在的街道里 有一家书店 书店早上九点营业 晚上七点关门 店主是一对中年夫妻 夫妻俩平时都喜欢坐在桌前看书 更忙自己的事 我很爱去那里看书 有一次店里没什么人 我和店主就聊了起来 原来他们大学毕业工作了几年之后 总觉得这不是他们想要的生活 于是夫妻俩一商量 就想到开书店 虽然有时候也会很忙很累 但基本能保障朝九晚期的生活 有时间看书 也能够掌握自己的生活节奏 我问他们夫妻俩生活的这般幸福的秘诀 店主说 这些年 我和妻子从来不会羡慕别人光鲜亮丽的生活 只是做到活好自己 充实地过好每一天 是啊 幸福的秘诀不就是努力过好自己的生活吗 追自己所需 走自己的路 过自己的人生 真正的幸福 其实就在每一个档下 一个人最好的生活态度 也许就是如此 眼里长着太阳 笑里全是坦荡 懂得守住自己的一颗初心 愿意相信美好 珍惜当下 却从不羡慕别人的生活 愿你幸福 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觉得文章还不错的话 欢迎把文章分享出去 您的每一次点赞课转发 都是我们进步的动力 世界很大 让我们在听书歌一起成长 另外听书歌现在开始了一个新栏目 听见您的声音 栏目会在每周三晚上八点 和大家分享一些观众的情感困惑 大家可以在视频下方 发表您的看法和建议 您也希望大家都能怀着最大的善意发表言论 如果您想和大家分享您的情感问题 可以发送到我们的邮箱 听书歌officeo at gmail.com 预设我们可以将您的来信 制作成视频 请放心 我们会对您的个人咨询进行保密 如果我们采用了您的故事 会在发布的时候回复您 您可以查看大家的评论和建议 世界会因善良而变得更加美好